2023年对于纳达尔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年 尽管纳达尔本赛季仅取得一胜一负的成绩 但世界排名仍然维持在前十 不过这样的成绩很快就要被改写 由于他去年参加了北美阳光赛 而今年殷商退出了北美两战大师赛 因此他的世界排名铁定要在阳光赛结束后跌出前十 事实上随着弗里茨进了阿卡普尔科半决赛 就意味着纳达尔的排名会在印第安维尔斯战后离开前十 这也是纳达尔自2005年4月25日寄生前十之后 首次跌出前十 届时他连续排名前十周数来到912周 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 令人高山扬指 对此纳达尔显得有些失落 但也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我当然更愿意排在top10之内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不过说到底你必须得接受任何的结果 回头看看过去18个月经历的各种伤病 现在还能排名世界前十几乎已经是个奇迹了 从纳达尔的回应来看 他已经不再纠结了世界前十一世 能够很大度的看待 因为眼下竞争GOLD的指标只有大满贯 连续世界前十周数这一成就 他已经是历史最多的 而且未来100年恐怕也没人能打破 但大满贯第一数眼下与他竞争的还有德约克维奇 因此纳达尔也可以放下世界前十的压力 把精力全部放在大满贯上 只要拿下今年的法网 GOLD归属的悬念还会延续下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